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制药360 第二册 第四 单元 维正 六教法 二二四 君子以勤勇 小人以勤勇 隆禄者 赏伐之精华也 故礼教隆禄 以家君子 智其勤也 自顾鞭脯 以家小人 智其行也 君子不犯禄 况于行夫 小人不记行 况于禄夫 若扶忠人之轮 则行礼兼焉 教法之慧 推忠人 而罪于小人之意 教法之行 引忠人 而纳于君子之徒 是位脏话 这条出自于剑四十六 深剑 这个精华两个字 事物当中最精粹 最美好的部分 称为精华 鞭脯 是用作行剂的鞭子 还有棍棒 就是指古代有一些行剂 用鞭子 或者棍棒抽打 这些刑罚的契机 这个图 这是通图的图 脏话就是使教法能够彰显 这条讲 对君子要用情理来感召了 对小人则用刑罚来威责 这个是君子跟小人不同的地方 这个君子用这个情理来感召 那么他允礼 他能接受 对小人跟他讲情理 他不能接受 所以才要用到刑罚 用刑罚来威责他 荣誉和此路是对人最好的奖诚 荣誉就是奖励了 那么这个此路就是羞耻 这个是对人最好的奖励跟惩罚 所以将礼仪 教化和荣誉此路 用在君子身上 那这个是以这个情理来治理 这个对君子 跟他讲道礼 讲礼仪 教化 那如果犯了 那就是现在讲这个舆论制裁 那么君子感到羞耻 他就改过来了 遵守这个礼仪 那么这个是用在君子身上 用这个情理来治理 教化 那么脚镣 手铐 鞭子 棍棒 那这些行迹是用在小人身上 这个是以惩罪来管理 这个小人跟他讲这些道理 他听不进去 他不能接受 他故意起犯法 只有用这些刑技来惩罚 来管理 来约束 这次教君子小人 这个不同的地方 那么一个君子 连受此路都不愿意 何况接受刑罚呢 一个君子 做错了 人家批评了 这个此路 他都不愿意受了 那何况还要接受这个刑罚呢 这是君子所不为的啦 君子使此路都不愿意受了 那小人呢 连刑罚都不惧罢 那何况此路呢 人家劝他 给他讲 那他怎么会接受呢 连那个刑罚呢 他都不怕啦 他还是去犯罪啦 那何况啊 此路 他更不放在心上了 介于君子和小人之间的中等人 就是君子跟小人之间的中等人 他不完全是君子也不完全是小人 那么这个就要用刑罚跟礼教并用 那这个人啊 还是可以用礼教来教 那这个也要用到刑罚来威者 也就是说恩威并施啦 这个就是中等人 介于小人和君子之间 这样的人 那就是刑罚 礼教要并用 如果废弃了伦理道德的教育 就会把中等之人 推落到小人的境地 这个是强调啊 伦理道德教育 它的重要性 如果没有这些伦理道德的教育 那就会把中等的人啊 那就会把中等的人啊 也推到小人那边去了 那只有变成刑罚了 连中等人啊 也都变成小人了 所以这个是教化的重要 如果施行伦理道德的教化 刑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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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社会上 中等人还是积多数 都是可好可坏的 所以这个教化就非常完检 所以这个就叫做彰化 彰显这个教化 它的效果 可以把中等人引导到上等的精子 好 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